OK, Machismo 再講完這個概念應該是男人主義 在台灣男人主義的事情 現在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說傳統的當然是分開 男人做什麼事情,女人做什麼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大學部研究所 在上班大的公司很多人是女生啊 就是一半一半啊,那個沒有問題啊 但是我可以說在生活上 還是在上班上跟美國基本的不一樣 是在台灣大部分的人 男人很容易就講他的意見就講出來啊 就是說一句話是PPT就是怕太太的Club 就是一個例子啊 就是說男人非常容易就講這種事情啊 然後如果你是美國人 你可能覺得這個是太過分了 還是如果你的那個感覺可能有一點不舒服啊 但是在台灣比較沒有你的也比較沒有這種的感覺啊 就是習慣男人這樣講啊 因為我是大學的教授 所以比較少看到 但是聽說在那個另外的工作 另外的上班的事情可能比較嚴重 說分開女人做什麼事情 分開男人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很難說啊 就是生活上常會看到 然後如果你非常注意 還是你的Sensitivity比較高 那個可能有問題啊 就是可能要耐心 要不要太快生氣啊 也如果你講出來說 我是一個女的啊 你這樣講是沒有禮貌 這個可能是有問題的 因為中國人比較不喜歡這種的 這種的問題也出來